这个星期六、7月1号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正式满20周年 根据港府6月公布的最新数字 香港贫富差距的情况持续恶化 前十大富豪的资产 几乎占了全港一半的经济规模 也让香港成为全亚洲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城市 在路边垃圾桶翻找顺饭顺菜 顺便碰碰运气 看是否有烟壁果能抽上两口 这当然不是大多数香港人的写照 但却反映出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恶化的现实 根据港府6月上旬公布的数据 香港730万人口中 134万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创1971年以来的新高 香港也是亚洲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城市 香港市场底层的菜饭更无奈感叹 在这样的环境下 底层民众只有死做活做才能勉强生存 那你怎样维持个生活呢 没死做一个字没到死做 如果你不死做的话 吸到个环境 现在这里的环境没可能 一定你现在这里的环境 香港的环境不是好的 根据港府的报告 2016年香港前十大富豪的总资产 等于香港总体经济的47% 几乎占了一大半 香港10%最贫穷家庭 每个月平均收入为台币9955元 而且10%最富裕家庭 是他们的44倍 凸显贫贫差距的严重程度 造成香港贫富不均的原因众多 包括人口老化 但最关键的依旧是标高的地价跟房价 香港房价是全球最难以负担 高于雪梨 伦敦跟旧金山 因此出现这种隔层屋 协和屋或棺材房 底层民众的居住任意 荡然无存 有分语指出 香港已迈入M型社会 中产阶级逐渐消失 此外就是N族群的增加 N族群泛指社会基层 收入低维 又无法获得政府福利的族群 香港主权移交即将届满20周年 贫富差距恶化 仇富心态加剧 也成为造成香港社会动荡 最危险的因素 记者就人先报道